這是正向分析七中座右 希望大家幫忙點贊、訂閱和分享 看看訂閱狀況 模仿編輯部、正向部沙冷氣和主持人的個人頻道 希望大家都可以訂閱 也希望大家可以幫忙 把直播節目和節錄分享出去 多謝大家的支持 我看到周蕭說什麼 他不停地在電視上替夏主任的訪問化得很漂亮 我的看法就是 有些真相我覺得夏主任會感受得到 你想想如果是一個 算是古時的陰差大人 陰差大臣 陰差大臣出來看地方 視察地方 如果一大群官跟著你的 由第一天到第七天都是一大群官跟著你的 那你可不可以真的能夠調現這些東西 古時也不行 現代可不可以 現代也不行 我的看法就是 是不是? 你想想就知道 那麼 Chirful 還說很多新界的垃圾回收場 都已經收檔河內環保 其實有些事情很嚴重 現在根本沒有辦法做真正的環保 現在香港的困難就是 是很難的 好了 現在還有另外一件事情大家值得關注的 就是西九財困 唐英年他就出來說 他就說 他們現在在想辦法 就是要 六月的時候就要自行決定 如何處理 就是那個財務安排 唐英年他就說什麼呢? 他就說 也不想搞破產 也不願意攤大手板 問政府拿撥款 因為政府同樣 面對財政壓力 那麼西九唯一的資源就是土地 可能會賣一部分 或者用其他方法妥善運用 那麼 這個質疑是對的 如果西九文化區自己賣地 那會不會在市況低迷的時候推倒市 這件事情 我覺得說得沒錯 真的有可能推倒市 或者你根本拿不到你想要的錢 那麼唐英年呢 他就說 這種說法是無知的 就說西九目前不急於賣地 最快可能要到2026、2027 才會沽售 那麼西九文化管理局 2022、2023年年度的 基本營運赤字就是七億一千八百萬 政府之前撥的錢 明年就會用盡 明年就會用盡 那麼管理局 已經向政府提交新財政方案 包括希望容許將部分業權 由止租不買 改了做容許出售 那麼其實 如果是這樣的話 又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那麼 那 Quad in Line就說 飲食界傳聞 今集是一個清盤集團 員工追討欠身 這個是你講的 我們要講清楚 暫時還沒有消息 但是 這些傳聞會越來越多 在香港 為什麼呢 因為 其實 2023根本的數據本身很差的時候 很多人都做了應對措施 尤其是做中小企的 把自己的生意縮到最小 辦公室都不租 全部放在家裡做 其實很多人都是這樣的 所以那些辦公室呢 租約期到之後 很少人續租的 現在 你問一下做租務的朋友 你就會知道 我不是開玩笑的 其實根本 我告訴大家 李家超 整個團隊 根本不知道現在香港有多嚴重 他們都在做夢 其實2024年肯定有很多問題 他們是完全不知道 也完全不理 別人說他不理 他就說你荒謬 其實 有些人都叫救命的了 的士司機都叫救命 為什麼的士司機都叫救命 其實現在越來越少人搭的士 現在是 不是開玩笑的 香港現在的問題是很嚴峻的 已經去到 用嚴重來形容 其實也不夠的 那 Man Leung就說 比家超7A組織鬼閉眼 那我就不知道 不過 現在是完全看不到的 現在是 那個問題是 嘩 真是嚴重 VR2ZGD 如果在西九興建商場 我不知道西九賣地 打算做什麼 其實 如果現在賣地 當然不是很理想 但也沒有辦法 可能一定要做 為什麼 因為現在他們沒有錢 他們根本就不夠錢 其實 現在要扔心口 又很難 馬會 馬會 已經被政府扔了一次心口 現在雖然有些 政界的人 說可以賭 籃球 那些 那些問題 就是 這些social vices 就是 黃賭毒 這些 你不是不能做的 你做得太多的時候 太依賴那件事 你自己也沒有運行的 就是我的看法就是 因為你一個政府 如果被人賭錢賭得多 根本會衍生其他社會問題 你收了那些賭博彩稅 賭錢的博彩稅 都未必夠你 處理社會衍生出來的問題 有些事情是很麻煩的 不是那麼容易 你現在 其實梁振英說話是應驗了的 梁振英說 當錢是問題的時候 香港就很嚴重 為什麼香港會變成錢是問題 其實 有太多的焦點 放錯了地方 沒錯 國安是重要的事情 我不是說國安不重要 但是 你已經做了國安法 你當然想一下 在不需要付出太多代價的時候 你可以繼續做生意 在這個地方 是不是 現在 基本上已經做了最慘的一件事 就是 付出很多代價 實際上有沒有效益 可能沒有 你寫到法律這麼嚴 你說那些間諜會不來香港 根本不是這樣的事 你寫到法律多嚴 都會有間諜 其實 現實就是這樣 你寫到太嚴 令很多人可以 有可能 誤墮發網 其實對整個社會都沒有好處 因為結果 那些人感覺就是社會很壓抑 其實就是 很多人都感覺到社會很隔益 不會在這裡花錢 我也說過給大家聽 這個不是過例來的 在香港做iBank那些人 星期五晚放工就去機場了 然後星期一早上才從日本回來 很多人都是這樣做的 現在根本 我不是開玩笑 是真的 為什麼他們寧願去日本 他說那個社會沒有那麼壓抑 其實日本的社會都很壓抑 如果你在那裡住的話 不過你去做遊客 你就一點都不壓抑 而且在日本也是很多事情都可以做 好了 那草本綠色力量 他就說 誰有錢去坐的士和消費 有錢都存起來 現在的情況是 你給不到信心給別人去花錢 這就是實際的問題 雖然有間諜是無處不在的 這是對的 所以你立法立得很嚴重的話 其實也是沒有好處的 其實是 他說我是為了打仗做準備 哈哈哈哈 就是這麼說 內地的做法管得嚴重 我也覺得是有理由的 為什麼內地管得嚴重是有理由的 其實內地在定物處理了這個問題 其實一般人是接觸不到秘密的 但是香港 我也說香港不是這樣的 香港的社會都不同 這個結構是不同的 哈哈哈哈 現在西九那裡 其實 唐英年就接受了星島訪問 他說 沒有來自政府的好消息或者壞消息 但是不能夠去到明年中沒有錢才想方向 因為簽訂展覽必須確保有足夠的資金支付 不可能不知道未來錢從何來簽訂合約的 所以呢 所以 今年六月左右就要作出決定了 那麼 他就說 即使西九文化區 拼命 省開支 可以爭取多一兩個月的時間 但是於是無補的 六月不決定 去到八月也要決定 你晚晚睡不著 不如早點決定 其實就是他的說法 現在西九那裡很嚴重 為什麼西九那裡很嚴重呢? 其實 到現在還是未真正吸回遊客 這個問題 還有 其實 唐英年他之前說過 全世界都沒有文化藝術設施是可以自負盈規的 他會說得沒錯 因為你想想 戲曲那些 難老實實 是小眾東西來的 很多人都喜歡看大戲 但是其實戲曲中心 現在嚴格來說 場地是升級了 但是其實聽戲曲的人都是少 我也講過事實 Lion King88 可惜很多市民都不太明白 支持立法嚴厲 其實 最大的問題是 其實一直都有聲音說不要下立法那麼嚴重的 其實一直都有聲音 但是那些聲音是 縮得很小的 那 Cheerful就說 浦浦龍 知道香港人是養不熟 不會那麼著意香港 如果是這樣的話 香港人都會收屁了 哈哈哈哈 現在西九那裡 其實 很多事情都當然不理想 還有就是 唐英年其實上年已經出來說 他就說 西九文化區的資金流 嚴重錯配 是嚴重錯配 其實很嚴重 唐英年其實上年已經說了 在民生醫療 民生開支龐大 西九一定 不向政府尋求之助 他說 那時候已經說了 那時候在8月 2023年8月 轉向善用西九土地資源獲取營運資金 邝俊貴就說 唐沙信不過 現在的地這麼便宜 可能要賤賣億地產商 其實這個做法應該是這樣 我的看法 這件事 香港只有一間地產公司可以做到 而政府也可以有好處 就是找新世界 你說 哇 你經常幫新世界說好話 不是啊 你看看會展那些 其實都是新世界搞的 你自己看看他們怎麼搞 別人是有辦法搞得到的 有很多事情當然是商業合約 當然是要談 但是 你看看啟德那裡 都是他們搞的 都是新世界他們搞的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 香港的地產商 沒有哪一間好像新世界那樣 他們想到的辦法 看起來一元都賺不到的東西 他們也有辦法賺到錢 你要他們那幫人做才行 我不是說要幫他們說好話 不過我的看法就是 你始終都是要找地產商做的 不過現在就有一個問題 就是新世界都很窄窄地 他們自己都在賣東西 哈哈哈哈 但是是不是很有問題 我經常都說 他們不會很有問題 他們那幫人其實都很精明 做生意 JX就說 新世界都好像自身難保 我也說過了 這個說他很不碰 其實我的看法就是 新世界就不是很不碰 現在是有些事情 是有一點點問題 但是他們有辦法處理得到的 現在就賣這些 非核心資產 雖然不是最好的價錢賣的 但是 那些非核心資產 他們就算現在賣也有錢賺 你看看余景新城剛剛賣了出來 他們也是有錢賺的 哈 那麼Chirville就說 沒有錢是沒有文化的 政府不支持文化發展 香港就會是文化沙漠 但是你西九文化區 你打造出來 其實 有很多 好處 這件事情 但是 現在 你要有好處之前 你當然要投入 現在的問題就是 你有些東西投入不了 這個是 麻煩的 那 E Sharon就說 我不信天沒有眼 可能有一天 扮優秀的那個人 會突然宣佈腳痛 那 周蕭就說 香港做業餘大戲 要付錢的 幾千元一場 我知道有些人很喜歡唱大戲 都是付錢去唱的 那 那 我的看法就是 他們做的事情 其實 他們的愛好是 令到這個文化可以承傳下去 是值得支持的 那 我不是說一定要 說一些事情出來 說政府一定要找哪家 但是 如果真的要 在 現在這個環境 你要 做些事情 之後可能 別人沒有質疑得那麼多 例如你在西九那裡 你當然要做些什麼 你一定要想一下 你那裡可不可以 在那些中心上蓋那裡 搞一些 酒店 我理解那裡已經有一間酒店了 但是 你可以還搞一下 但是現在沒有人敢投資 其實香港的問題是 其實現在商業房地產 其實沒有人敢 真的扔錢下去做 Karen Chan就說 西九文化區可以賺錢的地方 尤其是那些演奏廳那些都還沒落成 叫區域如何賺錢 現在是有難度的 其實是 你說整件事情會不會爛尾 那 我當然不想那裡爛尾 其實那裡是 我覺得那裡 如果你做好出來 就肯定是好的 不過 有些事情可以考慮是怎樣呢 就是 做住宅或者做酒店 但是 你現在賣盤 就是賣地出去 肯定 就是 做價肯定是不好的 就是現在這樣的環境 就是 本來馬會其實是有錢的 但是 好像葉劉那些人 早就已經扔掉馬會心口了 其實 你要馬會再賺錢出來 也不是那麼容易的 現在的情況就是 你要他再賺錢出來 是很困難的 就算你讓他開賭籃球也好 也好 也好 實際上 他們也不會賺多多少錢 就是我的看法 因為錢到最後講到底 就是賭仔那裡來的 是 Keyf Young 就說 變數碼講2.0 有時候也沒有辦法 就是我的看法就是 有時候 有些事情都會變成 在香港就是這樣的 沒有辦法 還是要變成地產項目 沒辦法 因為 始終地產有一個金融屬性 你不可能在香港這個地方 完全否定地產的金融屬性 是不可能的 這個是不可能的 這個是不可能的 那 那 衰藤經一說 害慘這麼多香港人 我也相信有暴影間 但是什麼人害出來的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那 那 香港的時候 在19年的時候 好像很高興地說 當然不太好 但是問題是 現在你應該 其實 應該做的事情 就算是19年的時候碎片化 你應該做的事情 就是把餅碎捏成一塊餅 有沒有人做過這件事情呢? 有沒有人嘗試去 把餅碎捏成一塊餅呢? 我就告訴你 是沒有的 現實就是這樣 其實你說到底 你看看那些支持的百分比 為什麼這些人 會 這麼不喜歡內地人 其實也不是沒有原因的 我也說過就是現實 在過去一段時間 香港為什麼有人不喜歡內地 當然有人煽動 煽動的人當然是有問題 是不是? 但是其實有其他事情 都是 沒有處理好大家之間的矛盾 就像梁振英那樣 舉個例子 本來他是不應該做什麼限奶令 這個是我說的 這些是根本一開始 你就是討好那些 出來歧視內地人的人 對不起我到現在都是這樣的看法 雖然有些人跟我說 他們買奶粉是很難的 那時候 就是有小朋友 但是 在香港 從來 你都是很容易買 如果你不是計算 那個價錢的話 你一定買得到奶粉 哇 那就很貴了 現實就是 奶粉你也是吃六個月而已 小朋友 六個月之後 都不用吃奶粉 嚴格來說 六個月之後 你就讓他吃其他東西了 就不是讓他吃奶粉 其實是 說的是六個月 好了 那時候 奶粉是不是炒貴了很多 其實奶粉是沒有炒貴的 那時候還有 他們的奶粉供應商 根本有些貨是賣不出的 我很記得清楚 那時候 在香港 S26 Gold 這款奶粉 基本上是長期都有貨 新加坡是貨 來的 長期都有貨 那 讚先生說 香港賺快錢的地方 賺不到快錢 生活當中很難受 地方少物價高 其實那個情況是 有太多事情 我的看法 有太多事情 是有前因後果的 就是 就是 當那些什麼本土意識抬頭的時候 沒有去 壓制這件事情 你就任由他發酵 其實那些本土意識 說真的 有太多餘了 根本 一開始的時候 已經是歧視人 根本 根本不是什麼本土 只是用本土這兩個字去包裝 對內地人的歧視 這個是我說的 當然你說有些內地人的行為 是不是 在香港 又是令人很妙的 那我也說是 為什麼 問題就是 你沒有想過那些自由行 其實國內都問了你 其實這也是梁振英的問題 問了你 你能夠受不了這麼多自由行為 香港 你這個地方能夠受不了 會有其他問題的 其實內地的官員是知道的 為什麼 因為內地有些人 根本是很不守規矩的 尤其是現在說十幾年前 十年前左右的時候 現在說的是十年前 當然 近這十年 內地是不斷進步的 但是 那時候搞自由行的時候 喂 那些人是 看到 有些行為 覺得 哇 你根本是接受不了的 譬如在街上 那些人是接受不了的 人家看到這些事情 他很容易就拿來煽動 那些人 嘩 全部大陸人都在街上撒死的 這樣 根本事實當然不是這樣 事實當然不是這樣 但是那時候那些人是 沒有了理智的 還有他就說大陸人怎樣怎樣 大陸人也是壞的 就是 這樣做 其實 某程度上 是不是梁振英搞出來的 他是要負上一定程度的責任的 因為 事情 好了 那些自由行李了 一大堆 之後 社會承受不了 那些人討厭內地人 這個情緒發酵了 好了 發酵的時候 其實應該做的就是 嚴厲處罰那些 在香港搞歧視的人 因為你其實是有平機會 那些嘛 你根本是不應該歧視人的 你說這些是族內歧視 那時候也有人說 這些族內歧視是不行的 其實 有些事情 如果你針對行為去說 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當你演變到一件事 就是踢人箱 那些被嚇到小女兒 那些 那些就太離譜了 其實那些應該是 那些應該是嚴厲處置的 有沒有嚴厲處置 是沒有的 我也講 事實而已 那時候還有些人當然是投機 當然覺得本土這件事情可以 因為有一個仇恨的情緒 他不斷講本土 其實 本土這兩個字的結果 就是包住了 歧視性言論 所以我說 其實香港有些事情是很糟糕的 有些事情是亂來的 喏 喏 Chiefel 說當年 牛蘭有很多貨 是的 這個牛蘭也是有很多貨 沒錯 因為 其實他們要那些 奶粉 如果沒有記錯 只是 某幾隻而已 他們是要某幾隻而已 有些奶粉他們是不要的 那些內地人是 那 Chiefel 也說得對 內地水庫客也不會收斂 隨家執貨 霸佔一條家 要人走出馬路 其實這些 也是會糟糕的 其實是 那麼 荷里旭就說 他那時候做萬寧 初期有缺貨 由初生到三歲 但是之後 港媽入了奶粉的媽媽會 在網上買 就改善很多 因為 因為那時候是 有得 預訂的 那時候是 市面買的多數是炒家 其實很多就是 他買了奶粉送上大陸 這也是事實 那麼 Lam Jofie就說 那時候針對自由行的人 不停地炒 高了一些物價的人 根本就是 在香港本土水貨下 想搞壞大陸人的肚子 可以自己多走兩轉水貨 其實有很多事情 疫情之後也不會出現 因為世界改變了 疫情那幾年是改變了世界 你現在想要 內地遊客來香港買東西 其實 老實實 很難 其實 有些事情要認清現實 有些事情是很難的 你不可以再想這條水了 這條水已經幫不了多少了 你要想其他事情 尤其是 你去調研一下就會知道 去看看那些名店 究竟有沒有人 疫情之前的名店 就算是19年也好 也是排長龍的 就算是19年 疫情期間當然沒有 但是 19年的時候 那時候的名店的生意 都是比現在好 其實有很多原因的 荷里沃就說他們要 美窄神、衛士、美蘇洛 我不知道他們要什麼奶粉 但是 其實市面上根本是有奶粉 是不缺的 還有那時候有亨士做奶粉 我記得我兒子小時候 他們的人搶的奶粉 我特地沒有買給他 我就是買亨士的奶粉 現在也不知道有沒有出 我兒子一樣沒事 其實說真的 有很多東西 你不一定要吃某些品牌才是一定好的 好了 也感謝Line King88你的支持 那我講到這裡就算了 有些東西當然現在 已成定局了 西九那裡 為什麼你又幫新世界說好說話 但是其實你看看香港的地產商 只有它會搞這些 看起來沒有錢賺的東西 然後它可以有一個business model 找到出來 是他們那些人才會做的 你其他人也找不到business model出來的 是他們做得到 哈哈 我就是講一個現實 但是現在他們那些人行不行 我覺得也是只有他們會搞的 哈哈 其他人是不會搞的 也不想搞的 因為這些人太煩了 要承擔的風險實在太多了 哈哈 如果他們也不肯搞的話 就沒有人肯搞的 我也講過事實 哈哈哈哈 好了 休息一會兒回來講其他話題 謝謝大家 如果你們交通 還有一個不肯自己 謝謝你們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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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興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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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 Bud6 Bud6